1937年7月7日 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 几乎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呼吁全国同胞 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 铸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 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和为动员一切力量 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 制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 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同意毛泽东提出的 开展独立自主的 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 周恩来发布命令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 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 下辖115师 120师和129师 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占领中国 夺取华北 若战进随 变形成差 一个月内 占领山西 三个月 灭亡中国 我是八路军1290师师长刘伯成 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 去禁地前线抗日 我们一二九师 总共才九千多人 我们打仗靠什么 靠智慧 靠勇敢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 赶出中国去 1945年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斯坦公告 8月8日 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6日和9日 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扣的最后一战 10日 日本发出启祥召会 同日 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令 11日 延安总部发出2至7号令 令各路缓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攻 同日 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 令八路军原地待命 不许擅自行动 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日本投降的消息 传遍大江南北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 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 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 太行山军民不畏艰险 众志成城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创建了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 人口达2400余万的禁忌鲁域解放区